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就是也是一种叙述的概念 也是一种描绘data的概念 只不过当然它是用比较直觉的方式去呈现 那我们接下来第三章要谈到是用一些量 用一些指标的概念 或是一些量的数字的概念 来呈现这个它的一些数据 所以它叫叙述统计量 叙述统计量 那在这里面呢 我们主要会谈到大家以前学过的平均数啦 中位数重数等等 那另外我们也会谈到这个 变异数标准差等等这些概念 这个我想对各位来说可能以前 应该也都有学过啦 如果我们稍微再来看一次 再看一下 所以我们首先来看一个就是 所谓的集中倾向的测度 就是说 这笔数据它到底是比较集中在哪一个地方 我们要用一个指标或是用一个数字来呈现它 看它集中在哪一个地方 所以叫集中倾向 集中倾向的测度 那在讲这之前呢 我们之前是有提过就是统计里面有一个两个很重要的名词 就一个是population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sample嘛 population跟sample 那population叫母体 sample叫样本 那这两个当然样本就是从population里面去抽样产生的 那再根据这两个样本或母体的概念 我们会再去 因为我们会针对样本去做一个measurement 就是量测它的一些统计的数据 统计量 那会跟母体 如果我们有足 假设有能力去对母体做一个量测 我们也可以把母体的这些统计量也把它量测出来 所以这时候会产生两个类型的数字 一个叫做统计量 那统计量只是一个概念 就是说它是用样本的数字去算出来的这个 我们课本在那边所谓的测度的意思 就是一个量测的一个数值 就像你们在量什么 量高层 你们在量测量高层 它是一个量测出来的东西 所以是量测样本里面的这些东西 这些数字 我们把它叫做是统计量 那另外如果你有能力去做所有母体数字内的量测的话 去算出来的那些数字 那叫做参数 叫做parameter 所以这两个名词 当然就对应我们所谓的population跟sample的概念 但是你要搞清楚 统计量是参数的 参数是母体的 是这样的概念 所以接下来像我们看平均数 平均数也就会有分样本的平均数 也会有所谓的母体的平均数这样的概念 平均数当然对各位来说就是 就是最简单了 因为这个应该可能搞不好国小 国中就学过了 那在这个统计学里面呢 平均数的概念当然就是把所有的数字相加起来 然后除以它的什么 除以它的个数 这个就是平均数 那如果但是分啊 如果分成样本跟这个母体来看的话呢 我们通常样本平均数 sample mean的概念 我们通常把它习惯写成x bar 就是x当然这是一个变数的概念 那x再加一个bar就是x bar 那x bar是代表所谓的样本的平均数 就是把它的sumation x除以它的n n是代表它的number of sample 这是一个概念 那这样的话就是得到样本的平均数 那另外母体的平均数呢 population mean 那母体的平均数我们的习惯 不要问为什么 这个反正就是约定熟成的 约定熟成的写法 我们习惯用mu 用mu来写 那当然它这是一个参数 那刚才这个是统计量 刚才的x bar是一个统计量 那这个mu就是我们所谓的参数 那它的算法也是一样 算法就是sumation x除以n 当然这个x是代表 你所有母体的所有的这个 的值 那n是所有母体的数值 所以当你的母体如果很大的话 当然你要去算这个平均数就有点困难 有点困难 不过当然也不是说不可能 今天depending on 你看你怎么去定义你的母体 母体它的scope 它的范围是可大可小 好 anyway 这个就是平均数的概念 那平均数当然就是我们一般来说 因为它是把所有的东西相加起来 除以n 所以它大概大概是呈现出什么 这一组数据它的大概中间的那个位置 大概是在哪边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叫集中度的什么 集中倾向的测度的一个量测 好 接下来就一堆例子 这本课本比较特别 就是讲完一些概念之后就用一堆例子 好 那这个是所谓的报案数 警察的报案数 当然这个都是都是都是美国的 好 好这个报案数某九月 九月某一个区的警局的报案数 就是这样子 好那报案数当然从四百多到六百多 七百多九百多一千都有 好那大概它在集中在哪一个区块 所以我们用平均数来算就对了 所以算出来大概是六百九十三点七 所以大概平均就是这样子 所以它大概是在这个中间 虽然有四百分布到一千 但它比较偏中间大概就是六百九十三点七 那或者是说这种这个数据就比较简单 这个是六家医院的感染 这个它这个其实的资料都是真实资料 虽然也许这个上面都只是数字 看起来没什么意义 但其实数字背后都会跟你的什么 跟你的量测的这个结果 其实它是有一些很强的关联性 所以这里面有多有少 所以平均呢 它的医院的平均感染 六家医院的平均感染人数 把它相加除以六的话得到六四点八 对不对 这个就是它的这个六家医院的平均 平均感染人数 但是对应你的资料你看起来 它其实大概差不多也是位在中间的位置 好 那刚才是提供你原始资料 你去算平均数 大概就很简单了 对不对 那如果今天我给你的是刚才我们算的那种群组数据 有没有 刚才我们不是 刚才是给你原始资料 你去把它做分群 算出它的群组分配 有没有 它的群组分配 那现在假设 那个群组分配的结果就是代表你 3号它是代表你的原始资料的分布 对不对 好 那现在如果反过来 我不给你原始资料 原始资料我不给你了 我就已经做好了这样一个群组的分配 那我怎么样去从这样子的一个 没有原始资料 但是它只给你分配 给你一个频率分配的结果 去推 这一组数据的平均值 想想看 这个有什么差别 差别很大吧 给你原始数据反而比较好算 不给你原始数据 它给你这个 频率分配 群组的分配 那怎么算 这时候我们就要有一点 我们这时候当然只能假设 只能够算出一个叫做 Approximation 算出一个近视值 因为它没有原始资料 当然我们没有办法算出 Exactly的那个平均值 所以我们就用一个 Approximation的概念 就是做一点假设 假设什么 假设我们这一组 就是那个分群 我们不是分好几组吗 对不对 这一分群的过程中 这个每一组的数据都等于是它的组终点 就是它的Mid Point 所以你要先做这样的假设 不然没完没了 对不对 所以我说 有上ORR的同学应该知道 我们在做Modeling 很多都是要做一个什么 要做假设 因为你没办法跟Real World 几乎一模一样 像这种情况 因为你没有办法有原始数据 所以你为了要让你的计算的结果 跟原始的资料比较接近 所以你还是得做一点假设 然后根据这个假设去算出来的结果 那用这个结果来诠释什么 你的真实的资料 但是它是一个近视值 所以我们先假设是什么 对这个问题 对这样一个情况来说 我们就假设 你的数据 这一组的数据 都是等于你的什么 你的Mid Point 等于你的Mid Point 好 那就是说 那这样子的话 你这一组的平均数 就是在你的 其实本来就是等于是组终点了嘛 对不对 因为你假设 刚分的那一群 假设说62到71 那62到71里面有四个资料 那你假设这四个资料里面 每一个资料 每一个资料点 它的值就是你的组终点 那当然 那这个组终点就是你那一组的什么 就是那组的Average 就这样而已啊 很简单嘛 好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根据这样的假设 我们就可以算出它的什么 算出它的近似平均数啦 那就怎么算 把它的X sub n X sub n就代表它的组终点 它的Mid Point 把它的组终点乘以它的绝对频率 看它有几个嘛 出现几次嘛 就像我刚刚说如果 62到71 它的组终点可能是多少 忘记了 随便啦 62到71它组终点可能是多少 62加71除以2 你们计算新算能力比较好 62加71除以2 你不讲算我不跟你们讲 把这个你算出来的组终点乘上 那如果它出现4次 你就把它乘以4 那这样的结果就代表算出什么 算出这个群组里面的近似的 所有的数据的summension嘛 然后你再接下来把每一个群组 把它做相加 类似用这种方法的相加 然后再出于它的这个 总的它的这个频率 因为频率就代表它出现次数嘛 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算出它的什么 Sample Sample mean 它的这个样本的平均值啦 懂不懂 当然这看起来好像比较抽象 我们看例子 看例子都比较简单 好 这是之前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 好像有搞不好讲过 反正这是一个叫做 反正它统计这个跑 每一周跑几英里的这个慢跑者的这个资料 所以它总共有取样20个人 然后它去把这20个资料 它已经把你做好了 做好了 所以它的分组 它分1 2 3 4 5 6 7 分7组 分7组 然后它给你的是组编辑 然后这边是它绝对频率都知道了 那这样的话你要算说 那这样20个人 它给你这样的一个频率之后 那它的平均值在哪边 那当然我们没办法算出它的真正的平均值 所以我们只能够根据刚才的那个做法 先给它假设什么 假设这个 这个像5.5到10.5就出现一次而已 出现这一次的资料 它正好会出现在组终点 就这样了 就它是有个 你要说它是不合理假设吗 其实它也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的假设 对不对 所以呢 当然课本这边做法很浮 就是你反正就先把每一个组的组中点 x sub n 先把它算出来 然后算出来之后呢 再把它的频率乘上它的sm 就是把它的组中点算出来 然后呢 乘上它的这个频率 所以8乘以1是8 13乘以2是26 以此类推 最后推出来算出来的 这个就是它的summension的这个什么 f乘上x sub n 然后呢 再把它除以n 所以把这样490除以n是20 所以算出来是24.5 所以对这样子一个群组分布的资料而言 它的rovelty的平均值 就会落在24.5 知道知道吗 不难对不对 所以这是一个概念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中位数 中位数叫median 中位数它有个符号写成叫md capital的md 大写的md 那中位数是什么意思 以前有没有学过 有吗 中位数就是你把这一群资料 从小排到大 它的中间的那个位置 对不对 中间位置的那个数字叫中位数 好 我们来看 那这个 这个例子有点不太好 被杀害的警察 这个好像还蛮多的 这当然是过去11年来 这可能应该也是 National Law Enforcement Officer Memorial Fund 这个反正就是美国的一个类似什么 类似纪念警察什么 或是 law enforcement law enforcement知道什么意思吗 不知道 law enforcement law是什么 法律啊 enforcement呢 强迫执行 所以law enforcement一般就是什么 就是执法机关嘛 或执勤执法的人员 那他这边有law enforcement officer officer officer当然一般美国就是指 那个警察 那他们有一个memorial fund 当然就是他的纪念基金会 所以他类似在 这个基金会可能也许在协助这些被杀害的警察 他们的一些后续的东西 所以他统计的这些数据 过去11年来 可能也许是全美的 整个美国的 那好 他真的有一个这样的数据 让他求助他的中位数大概是多少 所以呢 怎么做 先把他做什么 做收听 这个时候 基盖如果会的话 就直接用基盖写就好 当然Excel但更方便 Excel收听也是很方便 所以你把他先做一个排序 中小排大大 不管你什么 bubble salt selection salt 还有什么 salt 忘记了 学完就忘记了 有学过什么 salt 这个有时候我们其实有时候上一些统计课 顺便再回来考考以前的记盖的东西也不错 让你们回味一下以前 那个收听到底是怎么算 虽然在Excel里面只是一个指令 对不对 在Excel里面收听只是把他拉一圈 然后去做一个收听 一下一个动作 但是他后面的原理是什么 要知道 好 但是对统计来说 我们先简单 我们先把他做一个收听 收听完之后呢 然后去看看他这里面有几个数字 那如果是基数个数字的话 当然他的中位数就比较 就直接去找 找他的中间的那个位置 所以他这边把它排序完之后 得到中位数 中间这个是 一二三四五六 第六个 那前面五个 后面五个 这中间是 所以这是中位数 所以中位数就是157 就这样子 好 这个是一个 所以中位数也可以某种程度 再去看说 这样一个数据 他的这个集中 他大概是在中间的位置 是在哪一个 是在哪一个数字 用这种方式来呈现 好 好 Polando 美国的龙卷蜂 这是每一年 每一年他们发生的龙卷蜂的个数 那 这是美国的 那龙卷蜂 当然大家可能也许有看过那个影片 不管是新闻报导或者是电影 都有看过 其实龙卷蜂 在美国中西部 其实都造成蛮大的伤害 所以他们 都有 气象学家想要尝试的去了解这个龙卷蜂 到底是怎么生成 好 那anyway 它这个是统计的数字 看起来不少 对不对 一年发生的次数 都不少 那它的中位数大概会是多少 所以一样 先把它做排序 排序完之后 那你发现这边只有八个数字 那八是多少偶数嘛 偶数的话 那它的中位数怎么办 就 就 就中间两个去把它除以2 所以把中间两个数字把它取出来之后呢 把它相加除以2 就可以得到它的中位数 那这边这个例子是764跟856 所以把它相加除以2 就得到它的是810 所以这是它的中位数 ok 那另外还有所谓的mode mode就是中数 那中数 重数 不是中数 重数 不是重数得数 重数的概念是什么 重数概念当然就出现最多次数叫重数 对不对 所以呢 当然它的英文叫mode 英文叫mode 但是它没有一个符号 好 所以大概我们一般来说 就直接把它mode 把它写出来 mode 出现次数最多的数字 出现最多次数的 在那个数字叫中数 好 一样 这边有几个例子 NFL 你们大概比较习惯的是NBA 对不对 那它的NFL 就是美国的 美国国家的这个足球联盟 那这个足球联盟呢 当然大部分只有美国人在看 上次我好像有问过你们 对不对 因为我们上礼拜也有一个例子 好像是NFL的球员的签约金嘛 是签约金还是什么 还有另外美国的Super Bowl 对不对 超级杯 他们的超级杯就是打那个美式足球 好 他们的签约金 有 这个单位是百万 是百万美元 所以 18个百万 当然就是1800万嘛 对不对 以此类的就是这样 好 那 这时候 你把这个几个资料 这个八位 只有八个 所以它取样也不多啦 八个 八个里面呢 你去把它从小排到大 但 那是说 不一定要从小排到大 但是你如果从小排到大 当然是比较容易啦 所以 你把它这样排完之后 你大概比较容易去identify 说 哪一个数字出现最多次 所以在这个例子里面呢 它 十呢 十就是十个百万 就是一千万 它出现三次 所以它的平均是最高 所以它的重数大概就是 所谓的一千万 一千万美元 好 所以不少啦 这个NFL的签约金 一千万美元 一千万美元给你们一辈子 大概应该划不完吧 对不对 一千万乘以台币是多少 这是三亿啊 三亿 三亿 三亿等于重的热透一样 可以一辈子吃不喝了 好啦 那核电厂 这个核电厂 核电厂 核电厂的合格 合格的核电厂个数 一样 这个是把它 把它看要不要做排序或怎么样 那整理完之后 你发现 这时候有两个 104 就是有104做合格的电厂 跟109 合格电厂 这都出现在这一个数据 这一组数据里面出现五次 所以 对这组数据里面 数据来说呢 它的重数就是这两个 所以因此这边会有所谓的双峰的概念 因为它有两个 有两个这个重数 这些data都很奇怪 不过这个 可能跟日常生活也都有关系 枪械意外死亡 这个因为美国是可以拿枪的 对不对 美国是可以合法拿枪的 所以 你合法拿枪 但是你如果使用不当 会造成意外 这个也是很特别 那这个数据 这是过去六年 六年期间 那一样去看它的重数 那这个地方就比较特别 因为这个六个数字 每个数字都不一样 每个数字都不一样 那有没有 我们就没有办法说某一个数字 是所谓的最多的嘛 所以这时候就没有重数 所以它有可能是没有 有可能这个数据里面是没有重数 因为大家都一样 大家都出现次数一样的话 就没有所谓的重数的概念 好 那如果像刚才的那个 如果给你们这种频率分配的话 那一样 频率分配的话 我们是可以看它的重数 组 就分成是哪一组出现的次数最多 那这时候当然就一目了然 因为你从这里面的资料 你一看就知道 1 2 3 5 4 3 2 所以当然最多的就是什么 5嘛 所以代表出现最多 跑步的这个 跑步几英里的这个次数最多 就是20.5到25.5这一组 那这一组 那这一组的代表就是说 它跑的 那我们如果用它的组终点来看的话 就是说 可以用它的说它的重数就是23 用它的组终点来看 好 船之登记 好 船之登记 这个 这个 这是代表说 呃 是宾州 美国宾州 它有六个county 那这个六个county 就是六个郡 那这个 每一个郡它都有船 当然因为宾州 有部分是靠海 那美国人他们靠海的 靠海的地方 很多人都会习惯去 去玩 去玩游艇 去玩游艇 那 游艇现在对我们来说 当然好像感觉上 蛮那个 蛮遥远的 好 有没有坐过游艇 各位有没有坐过游艇 都没有吗 海洋之星 海洋之星是什么 人家公主 你有坐过吗 没有 好可惜哦 下次找机会坐看看 我们 没有坐过游艇 我们既然是一个岛国 既然大家几乎都没有坐过游艇 这实在是有点落魁 对不对 所以我们怎么去发展海洋呢 身为海洋环境工程的学生 你们会不会觉得很安心 应该细上出一笔钱 让大家去招待 是不是 好 先把你们的游泳先学好 会游泳了吗 还有你们还要学那个什么 你们要学什么 急救训练 才能够出海吗 不一定要出海 你要到海边去 现在学校规定 你们到海边去 都要去学那个什么 属于安全 属于安全 还有什么急救训练嘛 对不对 不然的话你们还不能够 像如果 流利要带你们去参观海边 搞不好你们还不能去了 还要先经过那个 好 anyway 所以代表 这个数据代表什么 美国他们其实靠海的州 有蛮多船的 那当然美国他们船 他船可大可小 只是说如果你是一种 比较小的 就像车子一样 他就反正有不同的规模 那你有船 像车子都要登记 那一样船也要登记 所以他们要一个登记船只 登记船只 类似 他做一个所谓的监理作业 那这六个州 他的这个船 登记船的只的这个几艘 可以从这个数字很明显就看出来 那所以当然你可以说 频率出现最高的是这个叫做什么 Westmoreland Westmoreland 这个county 他是船只最多的 所以对这组数据来说 他的重数是在这边 就是说以所有的船只的样本 就是六个州 六个郡 六个county的这个 所有的船只的样本来说 他的重数是出现在这个county 出现在这个county 因为他出现的次数最多 出现次数最多 但不管他是大或小 这边他只是看他的登记几艘而已 有一万一千多艘 对不对 好 那这个是一个 好薪资 好那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就是说 小公司嘛 对不对 就是类似我们所谓的这种 家庭企业也好 或者反正一个小公司 他只有董事长 经理业务 两个工程师 就这样 那这样的话怎么几个 总共五位 所以代表这个公司就五个人而已 那这五个人呢 这五个人其实就是构成这家公司的所有的成员 那如果我们今天讨论的母体 我们今天讨论的母体 是这家公司 那这家公司的母体 其实就五个而已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小的母体 对不对 但你也不能够否认他就是母体 因为他就是 因为你今天母体的定义就是这家公司嘛 那这家公司的母体 是一个母体的概念的话 我们来看他的薪资 当然董事长最多 十万块 然后经理四万块 业务两万四 工程师一万八 所以工程师看起来最不值钱 对不对 不过anyway 工程师在往上熬 总会变经理嘛 总会变业务 总会变经理 所以一开始都是比较低的 越来越高 那对这个母体来说 你要求出他的平均数 中位数跟重数 那这会有很显著的一些差异 那当然平均数很简单 平均数这时候是算他的mu 因为他已经是一个母体 所以这时候是算他的mu 不是算他的s bar 所以你把这五个资料箱 加除以五 得到的就是四万块 所以他的母体的平均数就是四万块 四万块 那中位数呢 中位数在哪里 中位数这边已经有小排到大 或有大排到小 所以中位数是多少 两万四 所以中位数是两万四 那重数呢 重数就一万八 所以同样 就是同一组资料 你用不同的测量的方式 量测的方式 去量测他的集中度倾向 这时候你发现 他得到的这三个数字 不管是平均数也好 中位数也好 或重数也好 他的数值还差蛮多的 还差蛮多的 因为平均数是四万块 中位数是两万四 重数是一万八 那你从这三个资料 这三个测度里面 从这三个测度里面 你可以看出什么样的一个现象吗 你会看出什么现象 你会看出什么现象 看得出来吗 这三个我们说 他基本上都是在谈量测这个数据的集中度的概念 不管是平均中位重数的概念 是要看看这一组数据 他中间靠近中间的那些资料 到底是在哪边 但是我们从这个简单的 当然这个是一个比较特例的 因为他的这个case 他的number比较小 但是他看出来的结果是不太一样的 对不对 四万差两万四有没有差很多 两万四差一万八有没有差很多 也不用说差很多 就是有差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代表告诉你什么意思 代表这三个量测的方法 其实都各有他的什么 特殊的地方 就是他应用的地方 我们看一下 后面 好 集中倾向度的这些特性的概念 如果今天你的数据的分布 他会跟你的数据的分布 产生一定程度的一个关系 如果今天假设你是一个叫Symmetric 是一个对称的概念 今天如果你是一个对称的概念 就有点类似我们所谓的 之后我们又看到常态分配的那种概念 他的平均数 中位数跟重数 Rugly 应该是在同样一个地方 对不对 因为这是一个频率概念嘛 好 频率概念这个数字比较多 所以他可能算出平均数也在这边 那他的中位数 当然从这样排过来 应该看起来在这边 那重数当然是这边最多 所以 这三个可能会差不多集中在这边 当然你如果是一个比较均匀分配的话 会这样 那但是我们说过资料 有时候他的分配 会有一个叫做什么 左偏斜 右偏斜 或正偏斜 副偏斜 对不对 上次我们有 上礼拜有谈过 对不对 这个是什么 他的peak如果在左边 这是什么偏斜 靠这边是靠 是靠左边 对不对 但是他是右偏斜 虽然他的peak在左边 但是是他往右边去倾斜下去 所以他是右偏斜 所以不要记错 这是右偏斜 但是我们也把它叫正偏斜 所以当你有这种所谓的右偏斜 或正偏斜的这种资料分配的时候 这时候这三个数字 我们刚说的这个集中度倾向 这个就会有什么 就会有不太一样的地方 所以重数 看起来 因为重数是频率最高的嘛 所以重数应该就在这个 这个bar 对不对 感觉上应该在这边嘛 因为他次数 次数最高嘛 那他的中位数 可能会在这边 因为中位数是怎么样 中位数是 排序之后中间的嘛 那他这边看起来比较多 他比较偏左边的peak 比较在这边 所以他的中位数 应该这边加起来差不多 可以抵到右边比较小的 小的次数嘛 懂不懂 这边可能搞不好有2跟3 这边可能是1跟2跟1 那加起来这边跟这边的 所以他的中位数 可能还是会比较偏这边一点 所以中位数 大概还是比较偏这边一点 那平均数可能就在更右边一点 所以会得到这样一个趋势的一个概念 所以当你是一个叫 英文叫positive skill 或叫right skill 的一个distribution 他这三个数字的分布可能会 重数在左边 中位数其次 平均数在更右边 所以他会有这三个数字 不一样的一个结果 那另外一边就是所谓的 負偏斜或左偏斜 那这时候就反过来 重数变成在这边 中位数在这边 平均数在这边 所以我们刚才那个资料 大概 我们刚才的资料大概是什么 是属于哪个偏写 正 这是正 对不对 对不对 因为我们刚才的平均数到 四万多嘛 然后呢 中位数呢 两万多嘛 重数呢 一万多 所以 所以 虽然就无比资料 但是他某种程度 他大概是具备这种 他这样的资料分配 就有点是什么 所谓的正偏写 或所谓右偏写的概念 好 所以代表这个资料 所以代表他们的薪资是怎么样 这公司的这几个职员 当然职员包括董事长 董事长的话一般就是老板 那老板就零最多 所以代表公司的一般的 薪资的分布 或至少 这个小型公司的薪资分布 是呈现一个什么 呈现一个这样的一个偏写的概念 好 那这样好不好 好不好 你如果在一家公司 你希望你公司的薪资分配 应该是怎么样 当然这边这个比较好 是不是 如果你在一家公司 你希望你那家公司的薪资分配 是不是这个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大多数的人 零钱零比较多啊 那有没有这种公司 不知道 就看各位去找 那比较正常 也许是应该是常态分配 比较应该正常 所以 这两个可能都是代表 有某种程度的偏差 好 所以 刚才这个例子就是说 这是一个母体 但是它利用同样三个量测 所谓的集中度倾向的这个 的算法 它的量测的测度的情况之下 它得到结果不太一样 某种程度也去呈现出什么 这个原始数据的分布的情形 好 看清楚了吗 好 所以这三个方 这三个指标 或者这三个量测的测度 其实它都有它的 因为它有基本它的算法 但是它呈现在数据上的分布 其实是可以有它的特性 好 那另外还有一个叫简单的 叫中档数 Mid Range Mid Range就是把最大最小 相加除以2 就是它的MR 就是它中间值 中档数 那这个很快看过去 它的什么银行错误次数 那就是把它从小排到大 直到最小3 最大157 所以相加除以2 就是80 这个是中档数 中档数也大概是一个集中测度的 另外一个方法 但是可能用的也不是那么多 同样的刚才的那个奖金签约的 那个东西 你把它最大跟最小相加除以2 大概是 大概是22万 22万 好 但是这个就是一样 这个我刚刚说过 中档数它也不常用 但是它这边很容易被什么 很容易被你的Outlier 就是你的那个偏差值 会影响到它的那个结果 像 像这个 这个例子 像这个签约金 它最低是1000万 最高是3000多万 所以把它最大最小相加是2000多万 但是2000多万对它来说 你看这边几笔资料 8笔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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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你的中档数是20几万 22百万 是2000多万 但是这8笔资料里面其中的7笔资料 是小于你的什么 小于你的中档数 就是小于你中间那个 用中档 就是最大加最小除以2的那个结果 所以代表这个中档数 它是没有代表性的 因为你大部分的资料都小于它 你算出一个所谓的中档数 要强调说是所谓的资料的中间 那不是很奇怪吗 所以中档数比较容易会被所谓的这个数据 如果你有比较偏差的情形的时候 会误导它的这个结果 像这里面因为大部分你看都是 刚才我们其实有从小排到大 大概 刚才MFL的 你看我们把它从小排到大 它算出来中档数是22 22在这边 那你其他的10 11 12 14 18 最多到18 根本这些都小于它 所以代表这个最高的这个3000多万的 这个 这个 这笔数据怎么样 把我的这个中档数把它往右拉过去 偏差太多了 所以其实同样的 平均数也是一样 会有类似这种问题 但是平均数因为 因为如果它outline只有一个的话 它的那个偏差的被影响的程度 不会像刚才中档数 因为中档数就取最大跟最小相加除以2 所以 它很容易就被误导 那平均数也有可能会被 这个outline 或是比较偏差的这个指引导 但是相对没有那么大 因为它是用平均的概念 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些差异 好 所以 好 那加全平均也很简单 对不对 这个就是在算你们成绩 最常用的就是加全平均嘛 加全平均就是你有一个 每一个这个量测结果 给它一个权重 那你要把它权重 跟它的这个数字相乘 然后再把它相加起来 然后处理什么 处理它总权重 处理它总权重 就到这样的结果 要加全平均 所以这是一个 赚平均数的方法 好 这个你们的GPA GPA 那 这边 它有几门课 假设心理学 是三个学分 三个学分类似 第一次就它的微挺 它的权重 英文作文也是三学分 生理学 四学分比较重 体育两学分 就是这样 那它有ABCD 对不对 跟各位的成绩 现在得到结果都是一样 ABCD 你们ABCD 你们有D 你们的GPA现在是什么 A B C 没有D喔 你们有D 有D吗 有D吗 没有D 没有吧 因为ABC完就F啦 有D啊 D但是D是不及格 所以你們有拿過D的人 所以你們難怪這麼肯定 有拿過D喔 可是我記得我在打成績怎麼 到C以後就沒有了 到C以後都F了 F 對啊F就不及格啊 那為什麼還有D 這個我自己都搞不清楚了 這三好幾 反正anyway 我們學校改成這個 這個所謂的這個叫什麼 等地字對不對 等地字當然就是在學美國的這種 GPA的概念 然後 但是GPA GPA當然它是最後 Eventually它是希望能夠去算出一個分數 算出一個分數 雖然每一顆它是給你一個等地 每一顆給你等地 但是它最後還是會給你算出一個它的分數 它最後的分數就是用加權平均的概念去算 所以把你的學分數 就是它的權重 加上它得到的等地 那等地的話當然從ABCD 那ABCD如果以我們的數據來說 它是一個什麼 它是一個明目尺度的概念而已 但是它是有可以排序的明目尺度 然後再把它換算成點數 所以A會對幾點 C B各幾點 然後來去把它對於它的權重 相乘起來 相加再處理它的總 總的權重 就得到它的GPA是2.7 2.7 2.7算還可以啦 對不對 你們最後我們去算GPA 拿到成績單之後 它上面有沒有跟你寫你的GPS幾分 也有 是吧 蛤 蛤 我記得上次在看你們五年學 五年學說的好像 好像是有那個分數 會有給 學校會給那個分數 有2點多的也有3 欸 滿分就是4嘛 蛤 還有到4喔 4.3喔 有嗎 有到那麼高嗎 對 啊不是總分是 最多分3 所以你們的A加4到幾分 4.5喔 3 4.3喔 4.3喔 欸所以我們學校算法還滿特別的 嗯 好啦 Anyway這個就是算GPA用加權的概念 所以這個看起來還OK對不對 它比較 有一點Balance 就是說透過這個權重的概念來 看看哪一顆比較重要 他就把它特別強強調那一塊 好 所以這邊是課本的一個表 是一個summarize 那summarize它的什麼 它的這些不同的平均數的算法 平均數中位數重數中檔數 好 那它有一些對應的符號 好 mu啊 xbar md啊 重數是沒有了 好 那中檔數是mr 可以是這樣的概念 好 好 那這邊它接下來有一個summarize 就是說 每一個 每一個這個量測的這個集中度傾向的測度 它的有一些特別性質 還有它的用法 好 這個裡面它 像平均數 好 平均數當然大家要用所有的資料 那 它的變化跟其他比起來相對是比較小 因為它是把所有的資料 所以它的變化不是那麼大 那 之後我們也會用平均數來算出其他的統計量 其他統計量 就待會兒我們會看什麼變異數 那 它是唯一的 當然平均數是唯一的 那但是如果我們是用這種頻率分配的時候 你如果是有開放 開放組頻率的話 那我們到時候這時候不太適合用這個平均數來做 那當然它也是會 會被極大極小離群值影響 但是影響所 影響所至 就是看你的數字 如果你的數據很大 但是只有一兩個離群值 其實平均數還好 不會特別 影響到那個程度不會那麼大 但是如果你的數據小 但是你的離群值多的話 那這時候你可能的極大 你的這個平均數會被這些奧賴爾離群值會影響 所以這時候可能就不適合用平均數來做這個 集中度的量測 那中位數它的 中位數的比較好的好處就是它的什麼 它不會被極大跟極小值的離群值影響 因為極大跟極小 畢竟它還是排在那個順序裡面 它只是它算中間的那個位置 所以中位數比較不會被這些奧賴爾所影響 那而且如果我們今天是用頻率分配的話 它如果有開放組 我們上禮拜不是有提到這個頻率分配 它會有一個open end 就是它一個是往上 它沒有界線或往下沒有界線 當你有開放組的頻率分布的時候 用中位數來算可能比較適合 就是中數的概念 就是包括信仰性別 正檔傾向 這個是所謂我們所謂的 nominal 這種明目尺度的數據 那你要算它的這個出現幾次的話 這種中數來看是比較容易看 但是它不是唯一的 它有時候會有兩個兩個以上 那中檔數最容易計算 它理論上是中心點 但是它會被離群值影響 這個我們剛剛看過了 好 這個分配我們剛才就講過了 所以我們這邊就跳過去了 好 這個是課本後面的觀念應用 這個回去自己看一下 課本有答案 這是它有些問題 可以搭配我們這一章 這一節所學到的東西去回答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這個變化 變化 剛才看的這個量測是 看它的集中度 那如果我們要描述這種頻率分配的時候 你不是只知道這個數據 是集中在哪邊而已 我們要看它變化情形是怎麼樣 好 所以我們就會有變化的側度 變化的側度 所以這是第二個 好 三支我們要談 好 我們先看一個例子 這是一個油漆的品牌 兩個品牌 那兩個品牌 它可能 它要看哪一個品牌的戶外油漆 撐比較久才會退色 所以他們都做了實驗 做實驗 那 每個品牌都設了六加倫的實驗 而且都用了六罐 那它認為這兩個品牌 那它認為這兩個品牌組成了一個小母體 那算出來是說 A品牌它用了六罐 然後它可以在外面撐多久 有10個 撐10個 10個月吧 它是以月季 有撐10個月 有10個月等等 B品牌有撐到這麼多月 好 那這兩個品牌的數據呢 我們如果去算它的平均數來看的話 那這兩個品牌的平均數 它這邊用μ 因為它認為這是母體 把它當成是母體的概念 那其實我覺得它還比較像simplemin的概念 因為有點像取樣 反正它把它當成母體 那母體的話這邊 A品牌的在外面撐多久才會退色的 平均數是35個月 B品牌A算出來也是35個月 因為算法 根據算法算出來就是正好35個月 所以代表這兩個集中度還蠻接近的 所以代表 如果你要只看集中度來評斷說 這兩個油漆的品牌在戶外誰撐比較久 看起來都是35啊 那你怎麼樣 沒數而已 大家都一樣 平均都一樣 沒數而已 但是 如果把它畫成 類似這樣的一個分配圖的概念來看的話 它的數據當然只有六罐 所以直接把它畫出來 所以A品牌 它分配的還蠻平均的 那B品牌呢 大概這邊稍微有個peak 所以其實可以從這樣一張圖 這兩張圖你去比較就知道 雖然它的平均都在中間 都是35個月 但是它的分配的分佈的範圍 其實是有些差異的 有些差異的 所以代表它的變化情形是不太一樣的 那當然 你覺得 如果看這樣的一個圖形 你會覺得哪一個品牌會比較 你要選擇遊戲或你會選擇哪一種品牌 你們會選擇哪一個品牌 這個數據 紅船牌 你會選擇B啊 為什麼 比較穩定一點 所以這看起來比較穩定 不會差太多 這個就是 有差 這個就變成是 運氣好壞 你今天如果買到 你在A品牌買到這種類型的 你就外面就撐比較短 對不對 但是有時候你運氣好 你就可以撐很久 所以這個變成是 運氣運氣 對不對 所以 我們剛才只看平均數 看不出來它的這個分散的情形 所以我們接下來 當然你把它畫出來 當然是最容易 但是如果你每次都要把它畫出來 那當然要花一點功夫啦 我們是不是有另外一個數據 另外一個數據 它可以直接告訴我們 它的分散程度是怎麼樣 這就是我們可以直接利用數據量測 來看它的分散程度是怎麼樣 那接下來我們就 待會休息一下 我們再來看一下 怎麼去量測它的這個數據的分散程度 好 好